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如何正确的把这个我们的阻疗呀 穿进所有的滑笼还有夹绳器啊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朝BOM上连接的这个 等尼玛啊 然后我看很多的船啊 他就把这个把这根绳子就省略掉了 直接把滑笼放到这个地方 你说有没有什么大问题 没有 但是会有很多的小问题 谁用谁知道 为什么呢 当绳子这么高的时候 你把这个滑笼直接放上这个就是我们的BOM上啊 我们的这样绳环就会很长 那他就很容易的来缠绕到一起 那正确的方法呢 就是多这么一根打尼玛 打尼玛下来 又有一个组合滑笼 好 我们直接来说怎么穿这个阻疗啊 阻疗呢 最好倒着穿 不要这样 就是不要先穿滑笼 再穿这个夹绳器 最好是倒着穿 为什么呢 倒着穿你用多长 就可以控制的很好 如果那样穿呢 你会很费力 绳子也很容易打结 好 我们先通过我们的夹绳器 再通过我们的底座滑轮 然后大家看好了啊 这个滑轮 在滑轨上的这个滑轮啊 也是个组合滑轮 也是个组合滑轮 我们一定要送着它把它扔进来 扔进来以后 上上边的大滑轮 然后又经过小滑轮 好 然后又经过这个滑轮 还看到有很多的人啊 把这个结啊 记得很小 就这么点 就记了这么点啊 然后这个距离就这么点 哎呀 我这个学他们都学不会 就记这么点 这么点 有没有大问题 没有 还是那句话 会有很多小问题 大家看到这个绳圈了吗 这个绳圈 在跟这个受力的时候 绳子的摩擦 是不是就会增加 然后如果缠绕呢 是不是又会 就是如果缠绕 就是因为它的宽度 所以会缠绕的很死 你很难处理 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样呢 给它留一个大概 十厘米的空间 你让它这个绳圈的摩擦呀 给它 避到最远 看 如果在这样的话 大家再看啊 我把绳子收紧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结是不是在中间的 但是如果把结记得这边 是不是这个绳圈大了 所以摩擦就会 增加 然后对绳子呢 是没有任何力的啊 穿阻疗绳啊 就给大家今天说到这里 然后我们下期见